哈囉大家好我是零爸 今天很快速的拿到這支ZenFone 7 Pro 這次ZenFone 7推出了兩個版本 分別是ZenFone 7以及ZenFone 7 Pro 那差別在哪裡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Let's go 好 我也是剛拿到ZenFone 7 Pro 先來開箱 這次外盒是藍色上纖色的彩盒 給了兩個殼 一個是透明硬殼 一個是黑色的防撞殼 上面多了一個吊繩孔 可以讓你鎖在車上或是手上 充電器直接給你30W的快充頭 以及一條C to C的線 ZenFone 7 Pro延續ZenFone 6的特性 螢幕從6.4吋提升到6.67吋 螢幕採用三星AMOLED全面屏的螢幕 螢幕更大反應更快 有90Hz的刷新率 1ms的反應時間 200Hz的觸控反應 有通過HDR10的認證 支援DCi P3 最大亮度是1000尼特 螢幕規格真的是蠻好的 這次他採用高通S865 Plus 7nm的處理器 採用8G RAM 256G UFS 3.1 ROM 已經是目前旗艦手機前段般的效能 原廠說在開照片、解鎖、開機的速度 都已經比其他的旗艦更快 ZenFone 7 Pro的電池維持在5000mAh 支援QC 4.0 搭配30W的快充頭 30分鐘可以充電到60% 再來我們來講重點 翻轉三鏡頭 這次的鏡頭模組變得更大更重 所以翻轉模組整個翻新 採用新的馬達 並且把馬達改在鏡頭模組的內側 翻轉得更快 扭力更強 可是它變得更安靜 耐用度可以達到20萬次的翻轉 每天100次可以用5年 那這次也多了一個角度感測器 加G Sensor 那當鏡頭超過3度就會自動縮回 也就是說當你把它架在機車上 經過坑洞 那抖一下的時候鏡頭會彈出 它會自動感知然後就縮回去 掉落地面也會感知然後幫你縮回 像我這樣用力甩一下 它也會縮回去 我也實際在床上測試一下 的確會自動偵測弱摔 並且會縮回去 但是需要一定的高度或反應時間 才夠它縮回去 關於鏡頭規格 主要是超廣角 廣角以及望遠鏡頭 主鏡頭採用Sony IMX686的Sensor 6400萬畫素的主鏡頭 F1.8大光圈 以及1.6UM的感光元件 感光度確實非常好 而且它支援低光源自動夜景模式 比起ZenFone 6在細節與亮度都有明顯的提升 超廣角只是使用Sony IMX363的Sensor 支援2Pixel快速自動對焦 這顆鏡頭也支援超微距拍攝 最短距離4公分 長焦則是800萬畫素 3倍光學變焦 最高可以達到12倍數位變焦 主鏡頭跟望遠都加入了OIS 拍照跟錄影都會更穩定 另外在下方還有一組指向性麥克風 可以在錄影時後聚焦錄音 也支援AE跟AF分開調校的功能 錄影最高可以支援8K 30fps 而且它還可以同時支援EIS防手震 超廣角可以最高達到4K 60fps 也可以支援EIS 慢動作錄影支援到4K 120fps 也支援Pro專業錄影模式 另外支援Hyper Steady超級防手震 Free Room以及過濾風切聲 指向收音 比如說只針對左前方的聲音去收音 最後我們再講一下 因為它是翻轉三鏡頭 所有旗艦最弱的前鏡頭 ZenFone 7 Pro翻過來之後就完全支援 上面所有的功能全部都會變成全鏡頭的功能 這是跟其他旗艦最大的差異 另外翻轉鏡頭也可以做到一些攝影創作 比如說超低角度拍攝 一般手機要蹲到這麼低 基本上你看不到螢幕畫面 可是ZenFone 7就完全沒問題 可以看到構圖真的會很方便 另外它也支援一鍵拍攝自動全景 都可以靠ZenFone 7來達成創作 那這次多了追焦功能 鎖定主角之後就會自動追焦 跑出畫面外的鏡頭也會慢慢滾過去 這是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那系統採用接近原生Android的ZenUI 7.0 那這次ZenFone 7跟ZenFone 6其實乍看不會差太多 可是它在一些細節的地方有很多不一樣 比如說它效能變快 它支援5G 螢幕也變大了 拍照也變得更亮更細緻 然後變成三鏡頭 那除此之外在拍照跟錄影的體驗也都提升了非常多 那至於更詳細的拍照跟錄影的測試 我會再另外寫一篇開箱文跟大家分享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雲霸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